大家好,歡迎收看我要造屋主,我是Kyle 早兩集我跟大家分享過一個例子 就是用15,000磅將一間19,000價值的房屋裝修 升值45,000磅,變成為一個價值23,500磅的物業 上次講的方法就是關於一個叫裝修法 大家聽完之後都覺得有點啟發 因為其實透過裝修法之後,以那間物業為例 他再可以拿去做案件加案 加案出來之後,大約留在物業上的資金大約是一成 即是說,業主其實留下在物業的資金大約是一成的價錢 已經可以由那個物業收租 今集我也帶來另一個例子跟大家分享 今次我會講講兩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我們會講的就是 將物業用一個裝修法令它升值 第二個的例子分享 我就會講一下怎樣去用改裝法 因為改裝法是可以將物業再提升到一個 更加高的物業價值層次 今集我就一次過跟大家講完 首先我跟大家講一講 今次介紹這個物業 它就是一個Loughampton的地方 這個物業的Postcode是NN1 這個位置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位置 因為它鄰近是它的西邊 就是Loughampton的火車站 而它的NN1的位置就是市中心 而在它的東邊也有一個大型的醫院 在那裡人流是非常頻密 也有一個大型醫院的緣故 所以也有很多人會住在那邊 包括了一些經常要去看醫生的人士 又或者是一些醫護的人員都會在那邊居住 令到那裡的物業的租墓是非常暢黃 今集帶給大家這個物業的價值就是15萬磅 我們可以一起看看這個物業本身的一些相片 這個物業本身是一個比較殘舊的物業 其實以這裡的物業大約在三房的物業 來計算的價值是17萬左右 我找到這個15萬的物業 其實它本身的裝修是比較舊一點的 很多時候人們都會問 一個物業的價值為何會便宜呢 因為在英國來說 就算它是業主或者不是業主也好 以英國人生活的習慣來說 他們的洗費中 會盡量把自己現有的現金 他們不會儲太多的錢在自己的戶口裡 所以當一間房子很殘舊時間 很多的業主不會願意 甚至沒有能力拿錢出來 去做翻身或裝修 但也有很多業主 因為他們以前買了這些物業 所以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物業已經是由一個很低的價錢 已經升了上來 所以既然它已經有一定的水位 不如用便宜一點的價錢 將物業賣出去套現 比自己又沒有錢去裝修 放在這裡 所以他們願意會以市價 低一點價錢去變成物業 我們作為投資者的時間 如果我們去把握這些機會 都會創造到很多投資的機會 我們一起看看這個物業的相片 這個物業無論是客廳、飯廳、睡房、洗手間 大家都會看到是比較殘舊 殘舊得來最重要的是 結構上沒有問題 我們已經可以去考慮投資 因為一個物業的面貌可能殘舊 但經過一些裝修法 翻一翻身的話 可能使用的資金有限 已經可以令到物業價值上升很多 我也會介紹一個在附近的物業 它的文章同樣都是NN1裡面 但是這個物業的價錢 就是197,000磅 這個物業分別之處是什麼 就是它比我剛才找的物業 它是多了一個房間 就是在它的角樓那裡 其實它也是可以改出來的 這個角樓 本身是一間三房物業 經過一個裝修法 加少許改裝 在角樓上面再建一個房間出來 物業價值可以上升到197,000磅 即是上升了47,000磅 大家都可以看看相片 你會看到的 物業本身裡面的內部 裝修是比較新淨 客廳、飯廳、睡房、廁所、廚房 全部都是新淨很多 再可以看看角樓 是一個很大的商人房 我們可以看看 如果是要把剛才15,000磅 裝修到這一間的話 大約花多少錢呢 大約就是花1,000磅 用來做一個翻身的工程 另外大約用多15,000磅 將角樓的房間建出來 大約花25,000磅 就已經可以將物業價值 推升多47,000磅 就會去到197,000磅 這個價值 第二個例子 就分享給大家看看 就是一個 都是在附近NN1的一間房屋 這間房屋的價錢 就去到245,000磅 245,000磅 這間房屋都是一個三房的排屋 這個三房的排屋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就是它對比剛才那間房屋 再豪裝了一點 豪裝過之後 的樣貌是怎樣的呢 我們可以先看看相片 大家可以看到 這間房的裝修 明顯比剛才那間房屋 更加漂亮 更加豪華 客廳、飯廳、廚房、睡房、廁所 全部都是用一些比較高的品質去完成 同時間大家可以看到 角樓的房間也是做得比較大一點 更漂亮 也看到有些工作的位置在這裡 廁所也是比較新穎一點的 如果它裝修到這樣的話 對於投資者來說 有什麼好處呢 大家可以看看 在數字上面 這間物業 帶給投資者有什麼回報 我們買入這個物業的時間 價錢是15萬磅的話 我們只需要付兩成的首期 即是三萬磅的話 已經可以做到業主 而這裡可以申請八成的按揭 所以按揭貸款的金額就是12萬磅 印花稅就是5000磅 律師費1500磅 這個裝修費就是因為做得比較漂亮 所以花了大約是35000磅 而總投資的金額就是71500磅 物業裝修好之後 股價就是24萬5000磅 我們可以因應這個價格 我們可以加按八成 即是19萬6000磅出來 扣除原本的貸款 12萬磅 可收回的資金就是7萬6千磅 減去總投資額71500磅 我們可以正代有4500磅 每月供款來計 19萬6千磅的按揭 我們乘回3.75厘 再除回12個月 即是每個月供款就是612.5磅 而這個物業每個月可以收取的租金就是1200磅 這個正現金流就是1200磅 減回物業管理費 120磅 再減回按揭的利息612.5磅 正現金流寄出來就是467.5磅 這裡的ROI甚至乎是無限大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物業加案之後 那個加案出來的資金 除了償還原本的貸款之外 還可以減回當初投資的首期 一些律師費、離印費之餘 還有4500磅的資金 可以代回袋 即是說這間房子 除了沒有剩下任何一元在物業裏 反而拿到這個物業之後 還有租金收入 所以份母是零的 份母是零的話 那個ROI自然就是無限大 如果善用一個物業去裝修和改裝 是可以令到物業升值很多 而且透過加案 我們的資金可以回到自己的袋裡 而且你可以賺到一個物業去收租 如果我們不斷重複重複 這個投資的過程的話 可以給到投資者一件事 就是他可以用一筆的資金 可以不斷去買樓 可以無限買很多層樓 當然這個技巧大家要知道 首先一個物業的市價 可能是這麼多 在市場上找一個物業的價錢 比較低少少 你去買它 然後你用裝修法 令到它上市價 又或者你甚至乎 用一個改裝法 令到價值更上一層樓的話 你做回一個加案的時間 你可以拿回大部分的資金 這就是一個專業 英國物業投資者的技巧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一方面的資訊 歡迎來到我的司堂 亦希望大家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請給個讚和分享出去 亦都訂閱我們的頻道 將來有新的影片 就會通知大家 我們下集見 環球股市崩盤式下跌 真正的贏家就在這裡準備一個全面的反彈 我已經做了統計 過往的歷史入面 哪些行業在紅市期或股市反彈 是全面跑贏過大市的呢? 以及有什麼訊號 什麼時候可以入市呢? 美股、港股、外匯商品 分別在這個反彈入面 會有什麼表現和出現呢? 全部會和大家分享完 到時亦都會有兩個神秘嘉賓 會和大家再進一步分享 4月15日因為疫情問題 我們轉了Online 正正因此 環球的聽眾 亦都可以透過今次可以在下面連結報名 如果報了實體票的 在下面連結 亦都可以轉換協和曲 到時見大家 我半退休前 首次和最後一次的環球集體 免費分享會試堂是Online的 11月18日 現在已經超過7200人報名 如果大家見到的按鈕還可以 代表伺服器還有少量的位置 如果報了名的朋友 設計不要浪費了伺服器的位置 檢查你的電郵 將會收到確認和Password 如果電郵沒有 記得檢查垃圾油件 如果垃圾油件沒有 記得電郵我們 csmmoney-tap.com 到時我入行10經理系統 全部會和大家介紹一次 一如以往 卡奧的英國樓分享會 亦都完全爆滿 我們再加推一個 4月16日 教你成為英國物業投資專家 即使你資金有限 甚至是沒有物業投資經驗 大家都可以來的 是免費的 我們2020年全新的升級版2.0 3點鐘和9點鐘 希望和大家四個環節一起見面 接下來的2020年 我要做富翁的summer internship 開始正式報名 首先 我們會優先考慮 已讀相關課程 或者已經是讀完齒輪理論課程的同學 2月21日開始接受報名 下面的QR Code就有連結了 今個月 我們繼續有精彩的免費分享會 提提大家 坐位有閒 趁現在好好增值自己 有興趣 立即立刻立刻報名 詳情可以在下面連結 看看和報名